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表示 要防止新平用成為新現實 改革需要提升信心及促進投資 其中包括國際貿易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表示 不是整體增長不好 2014年的數字是3.4% 其實是不差 事實上這與大家在過去三年取得的平均增長相一致 這樣為什麼不好呢? 是什麼原因使得經濟增長平和不均衡呢? 鑑於經濟大衰退對公眾的影響廢之不去 它實際令很多人帶來了困難 包括那些50%以上青年失業的國家 拉加德說 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可以成為強大的推動力 拉加德說 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可以成為強大的推動力 但他同時強調需要全球性政策的改革 拉加德說 成功是需要各國再次承諾遵守國際合作原則 這些原則在過去70年一直對大家幫助很大 特別是在危機的時向 但現時急需要新的多邊主義 來促進經濟增長以及創造對共同未來的信心 但拉加德指出 太多國家遲遲未有推動這些改革 各國決策者是必須要行動起來造福世界 同時保護各自國家當前現在是未來 您可以選擇 李英文文革 李英文革 李到勞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